婆婆就到了 每次我们来桌子上都会放鲜花 这些花都是从她的花园里头采的 她是一个很爱生活的人 还有女士感 我先喝点水 因为开了100小时车 没有喝水 看婆婆的酒 是不是擦了红子下 她们在聊天 我先坐下来 我老公跟她的妈妈讲 欢迎我们两个人 弄的房间 对我们家 就是地上铺的东西 比最新的一年 比最新的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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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exercise是个贩指堂。 小池! 耶ыми姻和…… 这是 evento方法。 今天晚上吃羊肉。 这是婆婆准备的这些调料 这个应该是辣椒和番茄酱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是薄荷叶吧 我们问呢 薄荷叶 这是薄荷 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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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des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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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人掌 很多年 是我婆婆的妈妈给她的 有历史了 小猴子 婆婆说这里头是从哪个国家带过来的 沙子 她一直留在这里 这是我们送给她 从泰国带过来的 小兔子 看看 上次被我老公一只耳朵弄掉了 我看看 这个是从美西哥 墨西哥的山 墨西哥和南非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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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我 我喜欢 这就是我婆婆的厨房 十二年前装修的 可爱干净的 擦的跟新的一样 我是打不到这个 我婆婆 看看是不是挺好的 这是她喜欢放在这里 然后这是老早做的壁炉 这是前两年刚换的地板 看看 她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平时她退休了之后 她现在每周一的话是带领一些人做运动 她有点像那种就是 那种就是不是像健身房的那种 她是因为老年人嘛 他们要活动筋骨那种 她是专业的那种教的 她不要钱的是免费的 她的课堂上现在已经快30人了 她说其实我不可以带这么多人的 但是她们都喜欢她的课 这是我们在德国前两年的时候 去博登湖送的就是马蹄莲 然后呢买了很多种子 我婆婆说她很喜欢 然后我就把 我把一部分的种子 就是那个根 其实跟生姜有点像 我送给我婆婆了 我家的都已经死掉了 我婆婆这个还弄得挺好的 那就是我婆婆的花园 看看前面那几棵 那个几棵树啊 都是车离子树 这是长的玉米 玉米地 看这是真正的乡下 这是凝聚 凝聚家也挺好的 然后就是花 那边是苹果树 每年秋天的时候 婆婆都会带给我苹果树什么的 这里头看这些花 是不是挺漂亮的 然后阳台上 今天天气挺热 等会坐在外头 我婆婆家 这是房子干了 四十多年了 反正我挺喜欢这种的 果婆热爱生活 她平时化个妆 今天我过来的时候 涂了个口红 是去年我送 生日礼物 然后她今天特地涂了 然后带的是粉红的珊瑚 上面 穿的一件 那个颜色我不知道怎么说 凉鞋 然后凉鞋涂了红饺子 这样 挺那个的 是不是很时尚 扎了一条细的红皮带 颜色挺配的 来看小鸟叽叽扎扎的 是不是挺不错 这样的生活你们喜欢吗 如果喜欢告诉我 在底下给我留言 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到地下室了 那个年代的地下室 已经建得很不错了 你看地 地窗铺的也挺好的 都是那个年代的 这些都是我公公留下来的 都是有年代的 啊 这些都是我婆婆 它冬天的时候 把花 花盆放在下面来 因为有的花 它过不了冬嘛 德国的冬天 还是很冷的 然后这个里头呢 是我公公 以前喜欢做 自己做红酒 然后呢 我们要不要打开来看看 有灯吗 看看 哇 还有古董呢 这么多的葡萄酒吗 看看 就放葡萄酒的地方 它有点凉稠稠的 因为红酒 它要有一定的温度的 它要低于多少多少温度 恒温的那种 有点凉稠稠的 现在我们把灯关了 然后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挺大的 这边做的是桑拉房 四十多年前 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做桑拉房了 但是没用过 因为没有建成的时候 没弄好 我公公跟我婆婆去离婚了 那个年代的健身器材 古董啊 看看 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 这个反正是 就是像这样子做的 你看这个图子的 这些是我老公 他离婚的时候 把东西搬出来 没地儿放 我们租的房子太小 然后就放在他妈妈这里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家盖房子的时候 瓦 剩下来的瓦 然后因为花自己花了钱了嘛 他们说你自己留着 到时候万一瓦坏掉的话 他说你可以自己去 找人换 省着再去买了 因为有的时候去买 不一定买到同色号的 看看这边 这边是我老公上中学的时候 他的化学课的 喜欢自己瞎掰的 看都是 男孩子都是挺爱玩的 男孩子爱化学 然后呢 这些呢 他以前他说 他有一次 差点把自己给炸了 有个灭火器材 挺不错的吧 看看 这地下室 有点凉瘦瘦的 其实我婆婆家 地方挺大的 这边都没有弄 因为 后来 离了婚弄嘛 我公公就搬走了 他什么都没有带走 然后这些东西都没有完成好 然后就走了 没有人过来用这个桑拿房 他地下室挺大的 好像200多瓶吧 那边就是暖气房 他们这个暖气是烧油的 德国有很多种暖气 他有的暖气是烧电的 电是最贵的 有的烧油的 有的是烧的那种 就是跟外头的空气转换 然后热的抽进来的那种 反正有的是用天然气 挺好的 暖气嘛 这里头水价没有暖气 都活不下来呀 我们每次来 婆婆都会开一瓶香槟 所以我们 她说 能在一起就是开心的 所以我们要庆祝一下 而且每次来 她会做那种 小吃 每次来都做 每次来都做 婆婆在准备沙拉了 像他一样的 是用天然气 然后就是我们的 餐后甜点 还要弄的东西 这是 是 撿的 哦 香槟 香槟 一般 是 所以 当然 我们现在已经在准备 25个 你不需要? 我需要一杯酒在冷房子里? 好的 所以 那我们需要一定的项目 你需要钱和力 我们准备不需要大碎面 对 那就是今天 这就是点人的东西 一点就要做 我们可以烧这些 我会不会烧 哇好冷火 熊熊大火点燃了 点燃了咱们的希望之火 哇哇哇哇 看这就是烧烤 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我在国内说都是这种烧烤 咱们都是带串的 它们这里烧烤不是的 Don't burn my heart 我说不要把我头发给染了 然后我就我就变成光头墙了 因为它的上面好像有汽油 易燃的特别易燃的 人家说要小心一点 我说那个一卷一卷 我说这不可以吃啊 我婆婆说你不要当真是春节 不要当真是春节给吃了 我说看起来好像吃的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燃烧了整个沙漠 太阳见了我 也要躲着我 也怕我这爱情的火 现在来开始烤肉 现在来开始烤肉了 烤得羊里急 上面之前过后撒了盐 看一下大家听一听这声音 哎呀看看起烟了 两边都撒了盐 慢一点慢一点 哇 哇 这个香味太好闻了 哇 这个香味太好闻了 哇 这个香味太好闻了 哇 哇 你看这肉有多嫩吧 就是羊里急要很贵的 我婆婆每次来她都 比如她会问我们 你们想吃什么 然后她就去买 上次问我们 就说你要过来的话 你想吃白鲁笋还是绿的 我说我两个都想吃 结果她今天就买了 两种颜色 我婆婆每次都会问我 你喜欢吃什么 她就买什么 因为烧烤的话都是我老公做 因为她知道我老公喜欢烧烤 所以每次都是我老公来 然后我婆婆把肉买好了 她怕不够 然后又买了香肠 看起来就不错 点五分钟 一分半 然后就可以吃了 所以呢 所以呢我婆婆她人已经把 台子已经铺好了 我们去看看她台子铺得怎么样 穿上鞋子 到家里可以吗 特别干净 哦 顺 嘿嘿 嘿嘿 看 这个餐筋子 这是绿芦笋 白芦笋 沙拉 酱汁 苏打水 白葡萄酒 你看 摆得漂亮吧 对吧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们 我们准备晚餐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不要忘记订阅哦 拜拜